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教宗第52集 在这第52集 我要跟各位介绍 约旦河 还有亚伯纳河 还有法尔法河 这个亚伯纳河和法尔法河 都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十海 我们今天介绍这四个地方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第一章的PPT 约旦河 约旦河 在《猎王记》下 五章有这么提到的 从五章的七到十四节 八到十四节 第八节 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 失裂衣服 就打八人去见王 说 你为什么失裂了衣服呢 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 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第九节 于是 赖曼带着车马 到了以利沙的家 站在门前 第十节 以利沙打发了一个死者 对赖曼说 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 赖曼要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的经文 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 你的肉就必复原 而得洁净 第十一节 赖曼却发路走了 说 我想他必定是要来见我 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 在患处以上咬手 治好这大麻风 第十二节 大马四格的河 亚巴纳和法尔法 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 赖曼认为 大马四格的亚巴纳和法尔法 这两个河流比这个约旦河更好 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 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 十三节 他的仆人进前来 对他说 我父啊 先知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 你岂不做吗 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第十四节 于是乃曼下去 照着神人的话 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 他的肉复原 好像小孩子的肉 他就洁净了 这是莱曼在约旦河里面 所发生的医治的神迹 这是有关约旦河的相关的经文 那这个经文里面也提到了所谓的亚霸纳河 还有法尔法河 这个亚霸纳河呢 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叙利亚的境内 各位可以看这一张的PPT 就是第二张的PPT呢 各位可以看到右边呢 这一个Google地图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蓝色的那个河流的这个流津的地方呢 就是经过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四格的附近 穿越了大马四格 这就是所谓的圣经里面所谓的亚霸纳河 左边有两张上下有两张的照片 这是我从这个网路上所摘录出来的 这里就是圣经里面的所谓的阿霸纳 亚霸纳河 那今天呢 你到这个叙利亚这个大马四格去呢 他们不称为这个叫做亚霸纳河 他们称为这叫做巴拿达河 就是巴拉达 巴拉达 River 今天你到这个叙利亚的大马四格呢 你会发现 刘金这一个城市的这条河 也就是圣经里面的讲的亚霸纳河 这是这一张的PPT 我们来看第三张的PPT 这就是也是在大马四格 这附近的另外一圣经里面 乃曼提到的另外的一条河 又叫做法尔法河 圣经里面叫法尔法 那今天你到叙利亚去呢 他们叫这条河流叫做阿瓦达河 很可惜的就是 叙利亚呢 最近是因为一直发生在内战 这是一个内战的这个分乱的国家 要去那边的参访呢 事实上并不容易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PPT上跟各位介绍 另外呢 我们来到约旦河 我们讲到的巴尔法 还有这个亚巴纳河呢 我们就来到了约旦河 这个第四章的PPT 上约旦河呢 它主要有五条的支流 约旦河呢 因为还有上约旦河和下约旦河 它是以这个加利利湖作为一个分界 那有关于上约旦河这个部分呢 它一共有五条的支流 第一条呢 就叫做巴永逸河 它又名呢 以伦河 它是发源在黎巴嫩的比加谷 黎巴嫩的比加谷 向南呢 流入了胡拉谷 然后注入了约旦河 第二条呢 在这个上约旦河 第二条支流呢 叫做哈斯巴尼亚河 哈斯巴尼亚呢 又叫做森内尔河 它是发源在比加谷呢 然后注入了上约旦河 这是第二条的支流 第三条呢 很有趣 第三条叫旦河 这个旦河呢 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旦支派 所在的位置 那边有一条河叫旦河 这个旦河呢 叫Dan River 它源自戈兰高地的黑门山的山脉 黑门山大家都知道 圣经里面黑门山 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座山 那这个旦河呢 就是发源在这个黑门山脉 它注入了上约旦河 这是第三条支流 第四条支流呢 叫做巴尼亚斯河 那这个巴尼亚斯河呢 源自戈兰高地的黑门山脉 它也是源自黑门山脉 注入上约旦河 然后第五条呢 叫亚木河 亚木河 这亚木河发源在叙利亚的浩兰高原 它流经戈兰高地以南的叙利亚 与约旦的边境 经过以色列的这个哈姆 嘎德这个地方以后呢 在加利利湖以南 大概约十公里的地方呢 注入到这个下约旦河 这是约旦河的上游呢 五条主要的河流 跟各位介绍 接下来呢 这是第五章的PPT 继续约旦河的介绍 上游的五条支流呢 聚集以后呢 约旦河继续由北向南 流经的约旦河谷 约旦河呢 约旦河至水平线 2200米的黑门山呢 流到了水平线以下 400米米的死海 它等于是从黑门山呢 一直往下流 黑门山高的是2200公尺 那这个死海呢 是水面的400公尺以下 所以全长呢 大概有228公里 约旦河 约旦这个字呢 Jodan Jodan这个字呢 它来自希伯来文的这个Yard Yard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下降的意思 有人这么解释呢 就好像呢 约旦河就好像呢 耶稣谦卑自己呢 用宝雪叫我们赎回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 因为约旦河本身就是 从黑门山 2200公尺的高度呢 向下流入水平面以下400公尺 400公尺的这个滴地呢 到死海 那这一个的 向下流的这一个动作呢 就好像耶稣呢 谦卑自己一样 这是属灵上的一个解释 那传统认为呢 约旦河一池呢 是由河水 是由河水和淡之派 领地呢 所组合而成 指的是指 这个steam of Dan 就是淡河 刚刚有跟各位介绍 它的上游的一个支流呢 叫淡之派那边 流出来的那个河流叫淡河 就是由淡之派向下流出来的水 很有意思 淡之派呢 它的英文叫DNA 那这个向下流的水呢 叫Jordan J-O-R-D-N-A 就等于说是淡之派呢 向下流出来的水呢 就叫做约旦河 Jordan River J-O-R-D-A-N 那最后那个D-A-N呢 就是从淡之派这边 向下流出来的水 也就是约旦河的这个名称的来源 称为Jordan River 约旦河连同加利利湖呢 提供了以色列大概37%的饮用水 在迦南地呢 天然水源完全来自9月份到4月份的雨水 每年降雨量不一定 那有关于约旦河呢 在生命纪的十一章 十到十一节这么说的 你要进去唯业的那地 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你在那里沙种 用脚浇灌 像浇灌菜园一样 十一节 你们要过去得那唯业的 得那唯业的那地 乃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也就是指迦南地是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这些雨水呢 都会流入约旦河 这是指约旦河 另外刚刚跟各位介绍的 这些上约旦河的这些的支流呢 我现在用一张的地图呢 来跟各位呈现出来 各位看到左边的这个地图 再配合我右边的编号 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巴勇义河 各位看到从左边往右边走 第一个就是巴勇义河 我用一个圆圈把它圈出来 第二个呢就是哈斯巴尼亚河 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淡河 就是淡之派这边流出来的水 也就是约旦河的名称Jordan the river the water flowing from the dam 就是从淡这个区域流出来的水呢 就叫约旦河 第三呢 编号3就是所谓的这个淡河所在的位置 它的发源地就是上面的黑门山 另外呢第四 编号4呢就是巴尼亚斯河 然后编号5呢就是亚木河 然后呢编号6和编号7呢 它不是属于约旦河 它是在这个 叙利亚境内流经大马四格的 亚霸纳河就是编号6的亚霸纳河 编号7的呢就是巴尔法河 这两条河呢就是刚刚读了经文 乃曼将军呢认为他自己的所在的 这个住的地方呢有这个亚霸纳河和巴尔法河 他当时神叫他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的时候呢 他还不太高兴 他说我们的亚霸纳河呢和法尔法河呢 会比不上约旦河吗 这是他当时的这个态度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七章的PPT有关约旦河的相关的经文 《猎王记下》第六章里面的相关的经文 其中呢第一节 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 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 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 这里提到了约旦河 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 他说你们去吧 第三节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 回答说我可以去 第四节 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 到了约旦河 就砍拔树木 有一人砍树的时候呢 斧头掉在水里 他就呼叫说 埃塞亚我主啊 这斧子是借的 第六节神人问说 掉在哪里 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 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 抛在水里 斧头就飘上来了 第七节以利沙说 拿起来吧 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 这里是在约旦河中 我们看到斧头飘 从约旦河水飘上来 这完全违反这个 人的这个物理的现象 但是神让这个神迹 发生在这个约旦河内 接下来第八章的PPT 这是一张我从网路上所摘出来的 因为这个地方约旦河的上游 一般人要到这个地方去 不是很容易 这里我从网路上摘出来的 这是约旦河上游之处 也就是约旦河上游 要注入加利利湖之前的 这一个河段的风景 就是在这一张PPT 第八章就是这一张的照片 那第九章呢 这一张照片很有意思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约旦河的上游呢 那远方就是加利利湖 上游水从黑门山呢 经过我刚刚跟各位介绍的 那些的支流汇集之后呢 它汇集成为这边所看到的约旦河 这就是所谓约旦河的上游 上约旦河 流进加利利湖 流入加利利湖 再从加利利湖往下流到死海 那中间一共二百二十八公里 这里所看到的就是 上面就是加利利湖 这是网路上的另外一张 这是空拍的照片 那这一张呢 流进了加利利湖之后呢 它就继续往下流到约旦的境内 那这里呢就是 约旦河在加利利湖 以雅木河的附近 那这张八张照片呢 就是我亲自拍摄的 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就是雅木河注入 约旦河里面的这个情形 那上面呢就是在加利利湖 靠近约旦这一个的部分 远方呢就是加利利湖 各位看上面的照片 和戈兰高地 这是我在当地 照的这八张的照片 跟各位分享 接下来的第十一张 也是有八张的照片 这是约旦河在加利利湖 以雅木河的附近 各位可以看到 特别是下面那几张 我站在这个 也就是所谓的加大那勒附近呢 向远方 看这个加利利湖的风景 那时候是这个夕阳的时候 中边的夕阳 看起来非常的美丽 接下来我们看 第十二张的 这一张的PPT 这张PPT呢就是 约旦河呢 它流经了加利利湖之后 继续往南流 这是约旦河在加利利湖 以南的河段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呢就是以色列的领土 下面呢就是约旦的领土 中间呢就是 约旦河在加利利湖以南的 河段的风景 这是这一张的照片 接下来再来跟各位介绍 第十三张的PPT 第十三张的PPT呢 是从这边有八张的照片 这是从约旦北边的佩拉 这个佩拉呢 是一个圣经没有记载的城市 但是在这个 约旦这个考古学家 非常重视这个地方 因为在这个 当时这个 约旦沙卵城呢 在这个AD70年被 罗马人摧毁的时候呢 约旦沙卵城当时 根据犹太人的历史呢 有很多的基督徒 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呢 都跑到这个佩拉这边来 来避难 那这些照片呢就是佩拉 向西边所拍摄的 约旦河谷呢 这个了看的这个照片 那胡申酋长桥呢 也在这个地方呢 也在这个地方的 约旦河谷当中 那这个桥呢 是以色列与约旦 最北边的边界的关卡 叫做胡申酋长桥 这也是约旦和以色列 最北边的一个关卡 我在这附近所造的八张照片 这你跟各位来显示 然后第十章的PPT 第十四章的PPT 所以我们继续沿着约旦河往下走呢 我们就会来到圣经里面讲到的 这个所谓的亚当城 各位知道亚当城 当约族亚过约旦河的时候呢 水就在这个亚当城呢 立住城垒 停住了 让约族亚能够过约旦河 事实上约族亚过约旦河的地点呢 离这个地方还有个十几公里 所以水是在以北的地方 亚当城的附近呢 止住以后呢 约族亚才从这个所谓的这个 Betterly Beyond the Jordan 从那边过河呢 进到了迦南地 当时呢 这个水就是在亚当城 这附近停住 这是约旦河中另外一个神迹 那这一张的 这八张的照片呢 就是我在这个亚当城 约旦河的河段附近呢 所造的照片 这几张照片是蛮珍贵的 我们提到了约旦河里面 约旦河可以医治 莱曼的大麻风 约旦河 以利沙会在约旦河里面呢 丢入木头以后呢 让这个 这个 斧头呢 就会浮上来 那这里呢 在约旦河的这个亚当城呢 这里也是另外一个神迹 让水在这边 神让水在这边止住 让约旦亚能够过约旦河 而百姓不受到这个河水的淹没 所以约旦河呢 也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发生的地方 甚至耶稣受洗呢 也是在这个约旦河内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第十五章 我们就来讲到 这边又有八张的照片 这里是约旦河呢 在耶稣受洗地 也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 这里英文叫做 Betterly beyond the Jordan 约旦河外的伯大尼 这是约旦河在这个 耶稣受洗这附近的 河段的这些的照片 这边我一共照了八张 这边一共照了八张 各位可以看到这八张 这里就是耶稣当年施洗约翰 就是在这里来帮助 来给耶稣来受洗 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这第十九 第十六章的这个PPT呢 第十六章PPT是约旦河呢 流入十海附近的河段 这里是约旦河 刚刚我们讲到上面呢 是伽利利湖 约旦河从黑门山发源 经过上游呢 流到了伽利利湖 那从伽利利湖向下呢 流经了这个 约旦河谷 最后来到了十海 这时候 约旦河已经下降了 约四百公尺 约四百公尺 那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从这个地方呢 注入的 各边就是约旦河 注入到十海的这个入口 这边两张照片来显示 接下来这一张呢 第十七张的这个PPT呢 就是在约旦河注入十海这附近 我在这边照了四张的照片 这里都是约旦河注入十海的 也就是十海北面的这些的照片 在这第十七张的PPT 可以显示出来 然后到第十八张呢 我就把它 接下来会有三张的投影片呢 我就把这个约旦河呢 整个约旦河 从上到下呢 从这个加利利湖一直到十海呢 整个约旦河谷呢 中间有流经过圣经里面 有提到过的圣经的城市 我把它整理出来 我现在就来 来练一遍给大家听 其中第一个城市呢 就是佩拉 佩拉圣经并没有介绍 并没有提到 但是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 刚刚有跟各位讲到 就是在这个 当犹太人在AD70年被罗马人毁灭的时候呢 这些初代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呢 曾经跑到这个佩拉呢 这个城市呢去避难 这个佩拉呢 就是加利利湖 往下一点的东边在约旦的山区里面 这个城市 接下来再往下来呢 就是有一个城市叫 亚伯米河拉 这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 再下来呢 有提到的基列亚比 这个基列亚比 我过去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只是跟各位提到这个名字 我们不再详细的介绍 再往下呢 约旦河再往下呢 就会来到了这个博善城 博善城 再来往下呢 就是有一个城市叫利河 这也是圣经里面提到过的一个 一个圣经的城市 那接下来呢 约旦河的两岸呢 它有一个城市在东岸呢 叫沙芬 这个跟各位介绍过 过去 再来是沙拉旦 沙拉旦 再来就是亚当城 刚刚也跟各位介绍 这些都是在约旦河东 接下来就是很有名的城市 皮鲁伊勒 再来就是苏歌城 这些城市呢 都是在约旦河东 当时呢 过去的这个 节目中 我都有跟各位介绍 这些的城市 接下来 再来这一张的PPT呢 继续有介绍 约旦河谷的 这个相关的 这些的圣经中提到的城市 就是沿着约旦河 这附近 再来就是琳拉 再来就是柏哈兰 再来就是呢 柏匹尔 再来就是吉甲 吉甲是在 约旦河西 在以色列的境内 再来是 匹斯加的山坡 这匹斯加山坡是在 约旦的境内 我们继续往南走 来到了索菲田 也就是靠近摩西的 也就是摩西 登尼泊山这附近的索菲田 再来就来到了摩鸦谷 也就是在约旦河的东岸 死海的东北 再往南走呢 就来到了约旦河平原 再来到了摩鸦平原 再来就是耶利哥城 这个耶利哥平原 这是在以色列 约旦河西边的这个部分 再来来到东边的 雅伯什庭 伯爷 斯末 还有耶利哥 等于是整个 约旦河的沿线呢 这附近 刚刚我跟各位 介绍的这些城市呢 都是圣经里面 所曾经提过 沿着约旦河 东西两岸的这些城市 大部分都是在东岸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来介绍 死海 死海呢 这21章的PPT呢 有关死海的经文 我现在来跟各位分享 在创世纪的14章3节 这边讲到 北方的四王 南来攻打 南方五王之时 南方五王都在西定谷 就是沿海会合 这里的沿海呢 就是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呢 就是在沿海发生 这个沿海就是死海 另外 在民述记34章的3节 迦南地的边界的部分是 南界要从沿海东头起 这个沿海就是死海 死海的东边 到到亚克拉宾坡的南边 接连到逊 直通到加迪斯巴尼亚的南边 东界是要下到约旦河 遇到沿海为止 这里在讲这个 以色列的这个边界的时候呢 都提到了沿海 另外 生命记3章17节 摩西将亚拉巴 和靠近约旦河之地 从基里列直到亚拉巴海 就是沿海 并披斯加三根东边之地 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 这里也提到了沿海 就是死海 另外呢 约旭亚记3章16节 当以色列人的脚移入水 那从上往下流 便在亚当城那里停住 立起沉垒 那往亚拉巴的海 就是沿海 下流的水全然断绝 这里跟刚刚有跟各位提过 这里是约旭亚过约旦河的时候呢 神迹就在这里发生 亚当城的 亚当城约旦河的水就停住 让水不流入沿海 这个沿海就是死海 另外呢 约旭亚记12章3节 以色列人所得之地 所得之地中有 约旦河东的亚拉巴 直到基里列海 这个基里列就是加利利湖 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 所以沿海也叫亚拉巴 亚拉巴海又叫做死海 就是今天我跟各位介绍 再接下来另外其他的相关的经文 第22章的PPT 这里呢 约旭亚记15章2节 15章2节一直到12节 这里这么说的 第二节 犹大支派按着 宗族联究所得之地 就是在近南边 到以东的交界 向南直到迅的旷野 第二节 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的近边 就是从朝南的海岔起 第三节 通到亚克拉宾坡的南边 连接到迅 上到加蒂斯巴里亚的南边 又过西斯伦 上到亚达尔 绕到贾加 第4节 接连到亚门 通到埃及小河 直通到海为止 这就是他们的南界 第5节 东界是从沿海南边 到约旦河口 北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岔起 第6 上到渤河拉 通过渤亚拉巴的北边 上到流变之子 颇寒的磐石 第7节 从雅各谷往北 下到迪比 直向荷兰 雅都明坡的对面脊甲 又连到尹斯麦泉 直通到尹罗节 第8节 上到新郑子谷 天际 耶布斯的南界 又上到新郑谷 西边的山顶 就是立范英谷 极北的边界 第9节 又从山顶 沿到尼佛多亚的水源 通到以弗伦山的陈翼 又沿到巴拉 第10节 又从巴拉往西 绕到西尔山 接连到耶林山的陈翼 北边 又下到博士迈 过廷拿 第11节 通过 通到以格伦的北边 沿到斯基伦 连接到巴拉山 又通过雅比列 直到海为止 第12节 西界就是大海 和靠近大海之地 这是犹大人 按着宗族所得之地 视为的交界 这里的经文比较长 事实上它在介绍 以色列分地 分给犹大支派领地 它的东南西北的边界的说明 就在这个经文里面 这里面特别提到了沿海 有两个地方提到了沿海 沿海就是所谓的死海 另外呢 在以赛亚书16章8节 先知哀叹磨鸭说 因为西石本的田地和西比马的葡萄树 都哀缠了 列国的君王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 这枝子长到雅蟹 沿到旷野 任之向外探出 直探过沿海 这里的沿海就是死海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这里也有两张死海的照片 这里都是死海北部的 这个北部 死海的这个北部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照片 对面呢 这是一个夕阳的时候我照的 对面呢就是以色列 各位可以看到 太阳从约旦这边升起 在以色列这边落下 中间隔了一个死海 接下来这一张很有趣 这张是我在死海里面 因为死海的盐分呢 非常的高 在里面呢 人不用游泳呢 就可以浮起来 事实上死海的 各位可能会问我说 哎 死海的海水到底是怎么样呢 因为它的盐分非常高 如果你把手放在这个死海里面呢 就好像我给各位做一个比喻 就好像手放在这个 我们这个洗碗经 或者这个洗法经的那个法意里面 就是很粘稠 当你手放在这个死海的海水里面呢 你把它拿起来 然后太阳晒了大概十几分钟以后呢 你的手臂都会 会有白色的结晶岩在你的手臂上 这是我的死海经验 好 接下来再来跟各位 看 第25章的PPT 这里就是所谓的死海的结晶岩 而各位看到 死海里面因为它盐分非常的高 事实上这个死海呢 它目前呢 是每一年呢 是以一公尺的速度呢 在下降 因为雨水很少 所以现在 最几年的记录呢 每一年大概会下降一公尺 当然 在历史上呢 死海的水位呢 有时高有时低 有一种说法就是 在大卫王和所罗门时代呢 这时候的这个死海的水位 是比现在要高 那目前的死海的水位呢 每一年是一公尺的速度在下降 其实这个下降的速度是蛮惊人的 接下来 这一张第26章的PPT呢 这也是死海的结晶岩 各位看到这两张 死海结晶岩的照片 再来这一张 这是死海中 死海中部的照片 对面呢 就是以色列 我站在约旦这边 向以色列那个方向呢 所造出来的这个照片 接下来这一张呢 各位记不记得 我有跟各位介绍过雅楞谷 雅楞谷 雅楞河经过这个谷呢 就流入了这个死海 这边是雅楞河呢 经过雅楞谷 流到死海的这个交汇口 这边有一座桥 过了那个桥呢 水就流到了这个死海里面 那这边看到 各位看到左边的这条河流呢 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雅楞河 这里的谷地就是雅楞河谷 接下来这一张呢 就是第29章的PPT 就是经过了这个桥呢 雅楞谷里面的水呢 就流到了死海里面 这是相关的照片 另外还有两张 这一张呢 是死海最南端 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在上一集我们有介绍 所谓的离山半岛 因为死海的水面呢 持续的下降 因为它下降以后呢 所以在死海的中部呢 就有一些的海底的这个土地露出来 那这个露出来的这块土地呢 它们就叫做离山半岛 在这里就是离山半岛那附近 也就是死海中部呢 在靠近南端的这个地方 露出水面的这个附近 另外这一张呢 就是死海最南端 它的相关的照片 过了这个死海最南端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 圣经里面讲的雅拉巴谷地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 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赏 接下来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带我们来到了约旦河 也来到了这个法尔法河和雅巴纳河 在这个大马四格的境内 我们也来到了这个死海 我们知道 约旦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 许许多多的圣经的这一个神迹 都发生在这条河里面 这条河流里面 甚至约书受洗 也是在约旦河里面 施洗约翰 帮耶稣受洗 也是在这里所发生 当耶稣在施洗 当施洗约翰 帮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呢 基督教的教义的事工就开始展开 两千年以后呢 整个基督教呢 就随着约旦河里面 耶稣施洗之后呢 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呢 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 已经接受了这个信仰 我们知道 这些信仰的源头 就是耶稣 在这个约旦河 接受施洗约翰 所受洗的那一刹那开始 主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 让我们今天进到了约旦河 也让我们对福音的事工 有一个更深的更大的负担 让我们继续带着耶稣的信息 这救恩的信息 向那些还没有接受信仰的 来跟他们传扬这耶稣的福音 这救恩的福音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